大家好,我是Case 我現在在大阪酒店 麻布在哪裏?麻布落了一樓 爬下了,爬下了 爬下給大家看 剛才在外面很大雨 連對面街都看不到 而且已經走了很多天了 我相信超級累 記得留意大阪的影片 好,今天來和大家試玩新遊戲 這個,RO重申 是一隻新推出的RO 它是前兩天推出的 這次來和大家試玩一下 我在這個世界之樹 如果有興趣在一起的話 入世界之樹的伺服器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創作角色 有三隻 樣子裡面都是RO大家很熟悉的 先把女生的樣子 這次這個遊戲的特點是什麼 你看到左下角有一個旋轉畫面 它這個畫面 即是它的介面 不用你特地說要設定設定 它是在主畫面上有畫面 可以隨時設定 打直或者打橫來玩 看看你喜歡玩哪種 即是哪種開機的方法 即是可能有時你出街打機的時候 不方便打橫打 打直單手玩 它都可以的 控制得到 還有它有很多簡化的東西 稍後再說 裡面一直玩的時候 它的主線任務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 半漫畫的形式 的故事劇情 你可以看到的 這個掛機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掛機 方便了你在手機玩很多 職業裡面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堆職業 有劍士 服侍就是你的寶師 另外就有魔法師 盜察 弓箭手 以及這個商人 但是這次我開了的角色 我正在玩弓箭手 進去給大家看看 試一下技 設定陷阱 衝風箭 兵箱陷 二連箭 弓箭手 其實也想不到什麼 我們試一下 試一下技給你們看看 魔擊 魔擊 火焰之壁 火焰之壁 火焰之壁的火很漂亮 火球賽 火焰之壁 火焰之壁 冰凍術 好了 選完職業之後 試回到自己的角色 RO的玩法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很長時間 你可能掛機 要打卡片 升等級 這次這個 其實它的玩法裡面 就是把你要掛機 打卡片 那段時間 就變成了自動探索 只要你一沒有開機 它就會當你是自動掛機 掛機的時候 你可能會繼續跳經驗值 跟著還有會跌卡片 那些 這裡你就見到 剛才我是剛剛回來 現在 我是掛著這個 曼陀羅花 那樣 我掛了幾多分鐘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 我有拿了幾多 job的經驗值 多少base的經驗值 拿到多少錢 還有沒有掉落物 那樣 有機會其實會跌卡片 那掛機效 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 你這個玩法 你會見到 有一個叫自動探索 這個自動探索 其實就等於 大家以前玩RO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一個地方 那裡 然後去那個點 然後設置掛機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的電話 就不需要長著著 只要你選擇去那個地方 之後 它就會繼續幫你跳 你現在在掛了多久 打了什麼東西 普城門口 下水道 然後是廟辣禮山脈 然後是礦坑 沉船 其實基本上 都是大家很熟悉 不同的地圖 那些 其實它要打個試煉 打完試煉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 在那個地方 裡面掛哪一樣東西 每個地方 其實你要去挑戰它 打到一個 高一點 你看到 我現在下水道 那些是SS級 它如果越高的話 那個經驗值% 和掉落物% 會高一點 你看到也是 我下面有一個 A加 這個廟辣禮山脈 A加的時候 它只有90% SS那些 你看到是120% 它會有個試煉挑戰 你選擇完這個挑戰 會出怪 你看看你打的速度 是怎樣 去測試一下你的速度 然後會有些 那個地方的怪 讓你去打一打它 你SS的目標 又更加有說 你需要42秒之內 打完這個關卡 你就可以拿到SS 現在我升了上SS級之後 它那個%上升到120% 即是你的效益會高一點 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你要選擇你去掛什麼東西 即是以前你都要去掛飆蟲 掛世人花也好 掛這個螳螂也好 什麼都好 看看你想掛什麼 就要選擇那個目標 你掛不同的怪 它會有告訴你 你會有些 即是每一分鐘 你拿到多少的Base 和Drop的經驗值 都會有打給你看 這裏 經驗值加成為何會有些減 因為呢 有機會是那個 世界等級上限 即是你剛剛開伺服器 所以它有個 上限在那裏 可能會減你的經驗值 另外它有個小隊加成 小隊加成是什麼呢 自己開隊伍組隊的時候 只要你組隊是組了四個不同的角色 它會有10%加成 除此之外你看到 還有一個第一個 就是剛才我們試鏈的評分 越高評分的話 你那個%加成就會越多 掉落加成 組隊都會有加10% 因為我現在沒有組隊 只有一個人 所以就2.5% 這個細人花卡片 這個會掛到 除此之外 它有機會有些 裝備 材料 經驗書 不同的掉落物 就是跟你正常 掛機是一樣 那我們選擇這個掛機 新服裏面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它都會送一些不同的東西給你 好像這個簽到 裸卡 這個很有趣 我想說 就是你登入第幾天 你登入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一天的時候 就有一張通經卡片 第二天拿了一張 蝗蟲的卡片 你每天登入 它都會送一張卡片給你 第九十幾天 就會開始有些 諾可依卡片 這些安博士卡片 就會有一張這些送給你 上面你累積簽到 還會有機會拿到這些 藍風套卡片 月 即是打BOSS才會拿到這些卡片 這裡有機會有 這裡登錄也是 有些不同的 有些隨機卡片 時裝 好重要 要儲時裝 我現在這套時裝很漂亮 這套萬聖節少少的 吸血鬼時裝 相當不重 除了掛機的玩法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寵物派顯 派顯是什麼 派顯就是 第一個就是幫你掘礦 或者拿些攀飲材料 另外採集 進去之後 就選擇去到哪個地方 你可以派一隻出去 每天可以派三次 代替了 你不用特意自己再出去掘礦 那些 這裡可以收集不同的材料 還有這裡是另外斷字 神之金屬這些 就可以在這裡做到 除了剛才有兩個玩法之外 基本上的玩法之外 還有一些委託版 即是要做日任 地下城可以打裝備 然後紅月事件 裡面有獎勵 基本上都是可以拿到裝備 它有些藏寶圖 在這裡裡面 另外就是打世界BOSS MVP 和Mini 這裡 都是大家要看看 它什麼時候出來的時間 就可以去打BOSS 還有一些商會訂單 打塔 不同的玩法 可以自己去試 還有大家要留意 回到浦城噴水池 你看到這裡 有個靜寶 是代言人王靜 你走到它身邊 會幫它補血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組隊 跟大家去試一下 打個30副本 給大家看一下 組隊也是 可以在它有喊話 然後它會有一個組隊頻 就會喊 可以自己再加入 看看 可以進入不同的隊 這裡可以 很多人玩弓箭手 我匹配 3本都是弓箭手 應該30副本 應該不是很難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衝錯都是 基本上 你看到下面這個位 你當然可以自己走位 之後可以自己出技 來打 而且你也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只打哪種魔物 或者全部魔物都打 當然全部魔物都可以 我們選擇 OK 整對弓箭手 我們可以 因為我覺得 這次這個 你掛機 你不會說之前 好像之前你要搶怪 弓箭手 會搶怪好些 但掛機行不定 可能你寶師 有好處 可以開一隻寶師 基本上都是 記得打BOSS 看到BOSS 紅色技術 記得要走位 現在我這裡很大力 新手時期 頭幾個關卡 沒有寶師 應該都不是很大問題 OK 打完之後 就可以開箱了 咦 怎麼中也不中 弓箭手的東西 先需求 接著就是Rose 看看大家需不需求 看看貪不貪 貪心就多拿一件 戒牆 現在這個不是親友牆 當然 大家打完東西 如果有好東西出來 它有一個交易行 你都可以賣了一些東西 你當然要自己買東西 或者買東西 都可以在這個交易行 再高級一點 你會看到它可以拍賣 這些 這些應該抽出來 另外 它說這個交易行 是升級了 加入了一個 預付款系統 上架 就會首先收到這個貨款 好像很特別 看看大家到時有什麼買 除了剛才這些 之外 角色 這裡 你會有自己自由加點 然後技能 都是 你自己可以 看看你自己想學什麼技能 怎樣配搭 這個 除此之外 就是 草物 這個剛才可以帶出去 幫你手打 還有坐騎 衣櫥 衣櫥是重要的 衣櫥 今天跟大家試了這個 RO重申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下載一個遊戲來玩 今天先來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